最大的誠心還有耐心 最大的善意來努力當中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藍白河卡關 到底應該要怎麼談呢 柯文哲辦公室的主任周俞修 還被爆出說他是民進黨的黨員嗎 藍軍就質疑柯文哲是派民進黨人來談判 是有真心想要藍白河嗎 基層也呼籲綠柚趕快退場 讓侯柯主帥親自來談 侯友宜公布新政權影片 轟民進黨執政詐騙高端弊案 到論文案騙人騙財騙選民 誓言半黑金下架民進黨 但如今藍白河憲章局 代表柯辦談判的主任周俞修 更被爆是民進黨中生黨員 2022年蘇天昌當主席 被任用當青年部副主任 他還當過立委蘇巧會助理 2017年才被延攬到柯市府 外界炮轟柯文哲派出民進黨的周俞修 和蔡英文愛將家族的黃珊珊 當談判代表是真心想要藍白河嗎 如果說你找來人都是本來就有敵意的 或就是排斥的 那就很麻煩 剛剛我已經正式向民進黨台北市黨部 這個替出這個退黨的聲明 民進黨的來談判藍白河 哀鴻超諷刺 集成呼籲綠油油退場主帥快上場 侯友疑問柯文哲 為何始終沒公開說要反台獨 不說要下架民進黨 柯文哲市長到現在為止我沒有看到兩岸的政策 甚至反對台獨或是支持台獨也沒有把它講清楚 不排斥跟民進黨要駐聯絡政府 如果這樣他講清楚不要喊下架民進黨 又不喊反台獨跟國民黨合作起來 國民黨裡面內部也是有很多的聲音不同的聲音 藍白不和如何政黨輪替 柯文哲不排除找郭台銘合作 集成向侯可喊話彼此應該適度妥協退讓 否則是讓貪腐繼續執政 讓台灣走向戰爭深淵 賴憲德當選那未來會怎樣 你就兩岸會更好嗎 不會啊 明年一月十三的選舉是一個戰爭與和平 清廉跟貪腐的選擇 藍白還是要和你的目標就是要政黨輪替 這不是要分得權力 政黨輪替的目標是希望台灣能夠更好 俄羅斯跟烏克蘭打成什麼樣 台灣也打起來你覺得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覺得比他們更慘 現在大家期待 是不是兩個主帥能夠坐下來談 共同的目標就是推動政黨輪替 如今侯柯再比智慧跟氣度 能放下一己之私一黨私利 才能完全六成民眾期待的政黨輪替 好侯友宜昨天說 就像切豬肉一樣要切多一點 人家才會來買啦 要勵它才會讓國家更好 個人都是在後面 而柯文哲被問到說要直接跟侯友宜當面談嗎 他說要見面也不是不可以 要回去考慮看看 不過現在就發現說 出來談藍白河的這些 第一次派遣的這些人員 怎麼好像大家對他們都心存懷疑呢 現在就被發現 柯敬辦的主任周俞修 他其實在2002年就加入了 民進黨是終身黨員 2012到14年擔任青年部的副主任 還當過蘇巧惠的助理 算是蘇系 另外2017年他進入到柯師府 然後2018年的時候 就當了顧問金市長室的主任 2020年的時候 還當了台北市的社會局長 那麼最近剛剛因為這個事情 被大家拿出來談之後 他已經宣布要退出民進黨了 好但是呢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都被拿出來談 包括了金普聰 包括了黃珊珊 好黃珊珊呢很多人也說 會不會藍白和卡關跟黃珊珊有關係嗎 因為他的哥哥黃曙光 是蔡英文的愛將 而且最近還有一個潛艷的遺憶 所以呢很多人就呼籲了 綠友友趕快退場 讓主帥清真來談整合 會不會比較好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藍白不和等於是保送賴清德 讓貪腐繼續執政 台灣走向戰爭 不論是侯有儀還是柯文哲 作為一個領導人最重要的 不就是格局智慧還有氣度嗎 現在侯有儀說 肉要多切一點人家才會來買 但是民眾黨說 侯有儀的說法很像在菜市場 但是現在看起來侯哥如果不整合的話 到底能不能夠擋下賴清德 不讓貪腐集團來繼續執政 我們要請教一下許甫 所以柯文哲認為說 他自己一個人就可以下架民進黨 他沒有這樣講 他只是不讓貪腐繼續執政 對啦這個老實說 這個要合作再也要合作 我覺得合作之前要先和氣 那最近的確看起來好像說 雙方的支持者或是說有一些 不管在意見的交換上面 有時候看起來好像動了氣 或是說雙方在討論 就帶著一點火氣 那當然對合作都是比較 相對沒那麼好 不過也要跟這個 國民黨的朋友溝通的問題 就是說最近看到很多的舉例 比如說像李乾隆前秘書長說 哎呀這個就是大哥分給小弟 秉分多一點就好 或是像侯市長說的 那豬肉多切給你一點就好 這其實對於民眾黨或是柯文哲支持者 他們會相對是比較不會去喜歡 聽到這樣子的一個說法啦 因為好像說這個還是一個 所謂的在分 分人家講說講難言的分章吧 或是什麼豬肉桶政治 就是說我分你多一點利益 你就會低頭了 那對於民眾黨支持者 如果將來要合作的話 這一部分如果一直是這樣的言論出來 或許他們就會覺得 我沒辦法接受這樣子的合作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我來講的就是說 相信大家都會覺得說 現在卡關好像是說 國民黨這邊提出的叫做 民主式的初選 那民眾黨這邊要提的是 所謂的全民調 那我們先講說藍綠 應該說藍白在合作的時候 當初是為了什麼 因為大家覺得說 兩個政黨合作 可以成功的政黨輪替嘛 因為有大概有六成的民意 是希望說可以政黨輪替 可以換政府 所以說雙方都根據這個六成的民意說 好那我們遵守民意 我們來合作 但是你要想想看 這個民意是從哪裡來 民調來的 就是我們透過了民調 我們才知道有六成的民意 是希望政黨可以合作 然後讓這個政黨輪替 那不能說 為了這樣的六成民意而來 結果在談的過程當中又說 這個民調不可信 這會讓我們覺得 這個邏輯上面 會有一點點的錯亂 像這個金普通執行長 他當初他開記者會 會拿出來一本論文說 你看這個人家論文 就講說民調是有失準的狀況 可是當然也有很多人 去翻了這個論文之後 就是說原來失準狀況是 如果是試劃跟手機 各五百份的時候 他可能會失準 但是如果做到 各一千份以上的話 這個就是非常非常合理 而且非常非常精確 所以這是我們提出來的方案 所謂的三千份的民調 就是各一千五百分一千五百分的 視化跟手機 然後做五家 這其實某種程度上 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方式 過去的國民黨 不管在初選 或是在總統大選 要選出人的時候 也都是用這個民調的方式 其實現在如果大家同意 就民調的方式來談的話 或許會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我這樣手上 有一支手機叫做iPhone14 像iPhone15 大家會覺得說 你手機過熱 難不成因為過熱 你就不用它嗎 然後你就說這個城市不去解決 然後你說我拿去回去 到二十幾年前的BB Call 我們拿出來好了 BB Call不會過熱 可是BB Call要幹嘛 他要找電話亭 他要去解讀裡面的數字 所以會讓大家覺得一頭霧水 我還是要講說 藍白和當然大家希望要和氣 不要變成藍白拖 對彼此都不好 不過事實上 對於那一些沒有那麼死忠 是堅持要支持藍 或是白的一些民眾來說 大家看起來 現在其實藍白 就是各自在堅持對自己 比較有利的一個做法 但是國民黨現在方面也說 其實比例是可以談的 比方說那如果說民調六 初選四呢不能夠談嗎 為什麼柯文哲好像堅持 不讓民眾出門去投票嗎 因為到時候如果這些年輕人 只有在網路上支持你 可是連個民主初選 都不出來投票的話 怎麼能夠保證他到時候 在大選會出來投票嗎 民調之所以會存在 他其實某種程度 他要調出的一些中間的選民 或是一些比較不會這麼積極去參與 比如說你的初選投票的選民 所以我們其實都可以同意說 這一次的總統大選裡面 如果要贏的話 中間選民跟年輕選民這一塊 是我們必須要去知道 去了解他們的意象 這如果大家都同意這一點 那第二點來講的話 這現在不是比例的問題 是所謂的民主式初選 在這麼短的時間可行性的問題 我們就看到國民黨的朋友提出來說 這個在全國我們國民黨的所謂的民眾服務站 來投票好了 然後這個第一個相對有不公平的狀況 因為這個已經在國民黨的場地 然後國民黨的確長期以來 所謂的組織動員 這個是一件他們比較熟悉 那對民眾黨的選民組成來講 他並不會在組織動員上面 會佔的所謂的優勢 所以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投出來的候選人真的是可以代表 所謂的最強的在於候選人嗎 我相信如果現在命題一個問題好了 如果假設我們就真的在這一個禮拜 或下一個禮拜來做所謂民主式的初選 只要題目改成說 支持侯友宜單獨選就可以贏賴清德 或是一定要跟柯文哲合作才可以贏賴清德 我相信去投票的人 大部分一定會覺得侯友宜單獨選就會贏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堅真的國民黨的支持者嘛 所以可是這樣的民意代表真正的民意嗎 這是我們要提出的問題 因為有大約一千一百萬可能他不會投給民進黨的選票 選民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我們這一次在那麼倉促的做民主式的初選的時候 他可以投出多少票 當年一九九五年民進黨在投這個所謂的民主式初選 他們那時候也不叫民主式初選 他們初選是宣傳了半年之後 投出了三十萬票 可是如果現在一千一百萬的選民 在兩個禮拜內去投票 假設只投了十萬票 這十萬票可以代表一千一百萬人的民意嗎 但算出來他投票率不到一成 甚至只有一%左右 所以這個是大家會比較疑慮的地方 但所以比例真的完全沒得談嗎 可行性 我覺得就是像我們的總幹事黃珊珊提出來的說 如果半年前你提出來這個方式 大家可以談 現在只剩下一個多禮拜 而且其實11月20號就要登記了 藍白合不合這件事情 希望我們就希望在十月底之前可以決定 而且甚至雙方都同意還要三場辯論會 即便就是現在用全民調的方式 都非常非常的緊迫了 何況是民主式的初選 所以主要是時間性可行性跟可信度的問題 好我們看到現在藍白整合的腳步似乎是陷入停滯中 趙少康他出來分析 他認為談判本來就是一個漫天要價的過程 不過現在看起來民眾黨呢 他認為是打著聯合政府的大旗 但是卻想要拿一場贏者全拿的淘汰賽 過去柯文哲不只一次公開表達 不應該以下架民進黨為目標 但是呢 他說呢 好像也沒有宣誓過這個反台獨 好來看一下這個趙少康的說法 他說柯文哲不只一次表達 不該以下架民進黨為目標 他心目當中的聯合政府 難道也保留了跟民進黨合作的空間嗎 另外 柯文哲也沒有宣誓過要反台獨 那選舉的關鍵時刻 柯文哲不能夠再打迷糊仗了 那麼這個趙少康認為應該要清楚的表態 讓選民能夠認清立場 不要想用蒙混的方式 是不是是藍的票 綠的票通通通都想要騙嗎 好這個是趙少康的一個看法 好如今到了選舉的關鍵時刻 柯文哲是不是應該要來表態 我們請教一下政員委員 也就是說有關於這個下架民進黨跟反台獨 這個立場 柯文哲是不是應該要說清楚講明白 柯文哲當然要把他的立場說清楚啊 為什麼要藍白河 藍白河就是合組聯合政府才叫藍白河 你不合組聯合政府 你藍白河有什麼意義呢 那為什麼要合組聯合政府 合組聯合政府就要下架民進黨啊 拿到民進黨你不下架了 要聯合政府能上台啊 這是個基本邏輯嘛 但你要組聯合政府 大家都要把自己最忌諱的事情提出來談嘛 你怎麼我組聯合政府 你主張台獨我不主張台獨 到我們這個聯合政府怎麼搞啊 這是個核心的一個基本問題嘛 所以這個我當然不認為柯文哲是支持台獨 但是他這個問題他也應該在聯合政府 要組聯合政府除了在聯合政府怎麼組織 聯合政府怎麼運作 還有聯合政府的基本政策綱年是什麼 就讓他談清楚嘛 那談好了說要組聯合政府 我們再來談遊戲規則嘛 遊戲規則就是說 那我們這個組聯合政府總該有一個人選總統 有一個人選副總統 該怎麼弄 所以我前幾天我要大力批判黃珊珊的說法嘛 搞什麼聯合政府 他以聯合政府台北市政府耶 哎呀我如果柯文哲選上了以後 我可以國民黨挑幾個人 民進黨挑幾個人 那叫聯合政府 聯合政府政治學上只有一個定義 黨對黨的聯合 沒有說個人挑一挑這個叫聯合政府了 那是個笑話 那是一個沒有政治學識沒有政治嘗試的說法 我這樣批判夠激烈了吧 我說如果要搞 你不搞聯合政府 搞了假的聯合政府 那就不必藍白和了嘛 再見 對不對 何必呢 大家各選各的各賓本事啊 我是最早支持藍白和的 我最早支持聯合政府 而且公開主張認為 柯侯佩才能夠當選 侯柯佩還不一定能夠當選 我是看民調啊 我坦白真是看病啊 那國民黨這個金普聰搞了一個 所謂的開放式民主初選 我不客氣的講 現在所有敢幫這個金普聰的開放初選的 區域也沒幾個 講的也都磕磕磕磕 有氣無力 為什麼 你再丁你一句話啊 你開放民主初選這麼好 你國民黨用過沒有 你用過沒有 沒用過你在講什麼 第二個問題更簡單啊 你國民黨連那個區域立委 所要提名的時候 搞個黨員初選 就吵個老半天啊 看像話嗎 前段時間台北市新運區 不是這樣子嗎 變成你在保障某些老立委用的嘛 所以我是覺得 國民黨不能辦一場這種東西 把自己搞得顏面掃地 你金普中已經一再宣稱說 侯友宇的民調贏過了柯文哲 你為什麼不辦民調 你在民調上去挑剔方法 這我百分之百同意 說什麼手機民調 司法民調 哪一個比較好 現在沒有定論 都可以 都可以 一千份不夠弄三千份 三千份不夠弄五千份嘛 這不是問題嘛 可是你推出一個開放式民調出現 就出現兩個大漏洞 第一個漏洞就是說 你國民黨不敢比民調 那你前段時間講說 侯友宇民調贏過柯文哲 你騙人了嗎 那第二個更嚴重一點的 你開放民主初選 你國民黨用七十三個四黨部 稍微有點政治學常常人都知道 美國的所謂的開放初選 是由州政府公辦的 沒有民間 為什麼 因為他的投票所要普及性 投票所的數目要跟大選差不多 你國民黨七十三個投票所就可以選了 這什麼 這比那個民調抽樣 抽不到兩百個更糟糕 這說不通的嘛 你把國民黨圓面 插在地上掃 這不對嘛 報紙上都講說 包括中國時報 要大開大合 至於說這個聯合政府 談好了就談 如果民眾黨不想談聯合政府 他還想跟民進黨眉來眼去 那就再見吧 這有什麼好喝的 如果大家願意遵守一個聯合政府的基本綱領 大家公平比賽嘛 民調嘛 就好吧 你覺得總統很重要 我們就抽個六千份這樣可以了吧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事情弄到最佑紙上在講 叫推折比賽 就藍白不合 以後我就把責任推給對方 平常你講黃珊珊有沒有幹這個事 有啊 金普中有沒有幹這個事 有啊 大家還沒有談如何合就 就準備要推卸責任的嘛 那選民看在眼裡面 最倒楣的是誰 我不客氣講 到時候最慘的是國民黨 為什麼 民眾黨反正 對不起啊 就小貓兩三隻 就是頂過八個立委吧 你幹嘛 對不對 輸也沒什麼了不起啊 對不對 國民黨加大越大 輸了才慘 我跟你講 所以這一場可以贏的東西 玩到這種不能贏 實在看人家令人家非常難過 超過一半的民意是希望能夠政黨輪替 為的是要下架貪腐的政決嘛 所以對於無色覺醒的老百姓來說 誰贈誰負大家是不關心的喔 所以究竟誰贈誰負 將是考驗智慧 而且是氣度的展現 藍白雙方必須要設身處地 為對方來著想啊 要深知對方的優距做完滿的規劃 不是嗎 好 中國時報的社論就提醒了 讓 是必要的妥協條件 要能讓才能夠真正的展現出 主帥的智慧還有氣度 而藍白雙方的合作 現在叫做實事所逼 也是民意之所向 如果藍白不合 那是不是就顯示猴科 沒主見也沒有智慧呢 而台灣會繼續由貪腐的民進黨執政 一路把台灣帶上戰爭的深淵 所以我們就講得不客氣一點 我們問一下介大使 你怎麼看 如果說藍白真的合不起來 最後是不是就是顯示 猴跟科根本都沒有主見也沒有智慧嗎 最後當然決定還是猴跟科兩個人 我們這個有一句老話 叫嚴王好見 小鬼難纏 這個現在我覺得就是說 整個目前為止的話 好像就是說讓子彈在飛吧 不過這兩個人應該 不管是柯P還是侯友誼 都心裡很清楚 他們兩個不合的話 基本上就通通sayyou nana 然後淪為歷史的罪人 會讓自己的支持者 永遠會記住他們的愚蠢 所以我認為他還是有點機會 還是有點機會 不過這個讓子彈飛 讓下面的人去吵架 在那邊演一場好像大家都怎麼樣 大家都很顧及自己的立場的這場戲 也該似可而止了 時候到的話還是要趕快 那麼兩個人趕快彼此見面 要不然我倒想到有一個人非常適合 這個現在你各找自己的屬下在處於這個事情 我們都辦過我們都當過差的 我們都跟過著 你上面的你永遠是在揣摩上面的意思 對不對 人家為什麼叫插之毫離 師之千里 對不對 上面說你往對面走一寸 下面一定走兩寸 為什麼 他討好你上面的人 他知道老闆是誰 這個是非常容易解釋 所以要找一個人 基本上本身要有政治實力 然後呢 跟雙方都有極高的交情 然後可以信賴 談判最重要的信賴 還是要懂談判 那怎麼樣找什麼人 我認為就是韓國瑜 韓國瑜跟柯P的交情很好 然後呢 韓國瑜在國民黨裡面 他的聲望高於現在國民黨的很多人 在民間的聲望 他有那個條件 政治講的是什麼 政治講的是人 你要找一個適合的人 然後能夠順服的人 人家能夠信服的人 然後呢 最主要當事人能夠信任的人 我想韓國瑜自己講的 也要當統哭嘛 對不對 他也自己講過嘛 他知道他自己的能 在這個能耐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與其讓這個 兩邊讓下面的 兩邊這個阻塞 讓子彈飛 你要小心一點 傷到最後這個流彈 傷到最後 你兩邊都沒辦法收拾的時候 你這個局就被自己搞破了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這個不要再叫放任下面的這些 你授權也不清楚 你底線也沒畫清楚 你叫這些人 談判的人都在那邊抓瞎 都在那邊怎麼樣 都在那邊盡量表現 甚至有人還為了自己 自己以為抓到什麼什麼大 什麼什麼什麼政治大獎 在那邊各做搞自己的這種聲望 這都是都是不愚蠢的 真的 最後我們還是考驗一下 這個不管是柯辟也好 還是侯友宜 胸襟氣度最重要智慧 只有他們兩個人才能決定 那現在這樣搞下去的話 事實上的話 在消耗著他們兩個人的支持者 對他們的這種 對他們的這種支持 遲早消耗他們自己 那反正結果很清楚 你不合作 兩個都變成什麼 兩個都Sayunana 就是不要玩了 那你們在歷史上定位 就是兩個愚蠢的蠢蛋 兩個XX人士 對 那你們現在好好思維一下 找一個最適合的人 我是在這邊建議 就是韓國瑜了 放眼台灣 那2300萬人 我覺得能夠在他們中間 扮演一個 還有一些分量的人 對他們兩個人都有分量 對我們這個 站在旁邊的這些群眾 我們也認為他有分量的 就是韓國瑜 然後呢 我是大聲呼籲 談判要看人 不過決定還是看主帥的智慧 主帥你不會打仗啊 你再好的獅子軍團 就變成一群什麼 一群什麼 一群這種 蝦兵蟹將 成與敗就在你們兩個人 對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說奇怪的 這會前會談了五天 看起來是越談越不合 好像是兩邊的幕僚 在那邊噴口水 所以就有人質疑說 是不是應該像所謂的 綠友友趕快退出這個談判桌 讓主帥親自出征呢 像是這個主戰派的黃珊珊 就有人質疑說 她哥哥是黃樹光 也是蔡英文的愛將心腹 她負責的潛艦國務照案 最近又有所謂的這個潛艦的怡雲 她真的樂見藍白整合嗎 另外一個周餘修也被點名說 她竟然是被綠營 這個過去是綠營的人 踢爆說她是蘇系的人馬 而且還是民進黨的終身黨員 周餘修現在已經退出民進黨 而且說她考慮加入民眾黨 可是大家都會懷疑說 怎麼會是兩個綠友友出來 主責談判嗎 他們真的想要整合嗎 我們請教一下德委委員 所以很多人都說 真的是不是應該讓主帥清真 趕緊自己出來來談判 我想這兩天媒體踢爆周餘修 還是民進黨的黨員 的確是讓大家有一點訝異 但是我想當然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當然也尊重民眾黨柯主席 不管她派黃珊珊 她的哥哥是黃曙光 或者是周餘修 現在剛剛退出民進黨 但是我覺得我們都尊重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 我倒是覺得包含柯文哲主席跟侯友宜 都必須面對就是民意的壓力 所以剛剛講 大概起碼有六成的民眾 希望能夠政黨輪替 當然這個部分也包含 所謂的下架民進黨 所以藍白合不合 基本上其實是在大家的一念之間 那柯文哲之前就說 他這個當急診室的醫生 他常常大概是最後的30秒 可以來做相關的決定跟判斷 所以這個意思是什麼 這個30秒鐘 他可以決定怎麼樣來 救治這個病人 那這是柯文哲主席公開場合 都這麼說的 私底下我自己聽過 何柯文哲市長 何柯文哲說他當警察 他常常在一念之間 就是一秒鐘就必須去判斷 他怎麼樣救這一個我們的民眾 跟他自己的身世 因為他面對的是槍林彈雨 所以他在最後一秒鐘 這一瞬間當中 他就必須做出判斷 所以如同您剛剛所講的 我倒是觉得这两个主帅到了最后 现在一方面有民意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有时间的压力 必须好好来思考 因为大家都知道11月20就要登记 那假如最后蓝白不合 各自也要去找寻复守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倒是觉得现在应该是真正要进入 所谓蓝白河的深水区 也就是柯文哲跟侯友宜 都必须好好仔细的来思考 蓝白河怎么样做 或者蓝白不合 怎么样各自要跟民众 能够说清楚讲明白 因为毕竟我们不希望 如同刚刚蔡委员所讲的 现在还没有结论 就已经假如都是大家想要推责任 把最后蓝白不合的责任 推到对手的身上 我觉得这样子推过去 其实民众也不会买单 所以我反而是认为 如同您刚刚所讲的 现在在最后的时间了 其实距离十月底 也不过十天左右的时间了 那如何来思考 包含刚刚所讲到联合政府 或者是怎么样来处理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国民党一直强调 这个金辅冲老师也特别强调 我们希望找出折中的方案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也再次的重申 希望不管是蓝或者白 都能好好来仔细的思考 如何进一步退两步 那如何最后能够让 我们下架民进党 而能够政党轮替的 这个目的达到 我相信这才是民众想要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陀佳 先前赖清德 他怕延长兵役的政策 会影响到他的选情 所以喊出 亦无亦亦难 别担心 只会在后方当守备部队 但是昨天我们来看到 在立法院的这样一个打询 好 国民党的立委徐志荣 就问了邱国正部长 他说国防部的报告书提到 要利用海峡还有地理环境 来构筑多层次的防御众生 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国防部 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了 决战境外的 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了呢 好 邱部长怎么谈呢 他说我看不出来 台湾的境外在哪里 台海周边几乎通通都是境内 国军一直在努力 避免战争在台湾本岛发生 所以已经没有分境外 还是境内了吗 所以很夸张的是 亏为三十四年 最近七星潭被重新纳入了 红色海滩当中 陆战队甚至还在当地展开了 两栖登陆的操演 我们过去都把东部示威叫做大后方 所以现在大后方是真的没有了吗 如果连花莲都担心被解放军登陆 那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后方了 难道说是以后后方叫做这个 这个阿里山还是什么玉山的山顶吗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资深媒体人 黄阳明怎么评论 他说以前我们讲花东叫做后方 海岸线防御都是以西部的海岸为主 可是去年的围岛军演之后 整个台湾已经没有后方了 这次把七星潭也列入了 所谓的红色海滩 代表东部恐怕也会面临登陆作战 那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全台各地都有可能会有登陆战啊 那赖清德还敢洗脑说 一无一一难都不用上前线吗 难道万一爆发战争的时候 保护这些一无一难 通通都送到这个山上去躲起来吗 这有可能吗 德国委员 对 我想在这个部分 可以大家可以看到 邱国正部长在立法院讲了大实话 他就直接打脸赖清德 前面所谓让年轻人在后方守备的 这一个讲法 因为现在的战争 对于台湾这小小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来讲 根本没有所谓的前方跟后方 跟中国大陆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相信民进党由于把两岸关系搞得这么糟 导致兵凶占围 另外一方面又承受不住美国 希望台湾要把兵役延长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一方面又要顺应美国人的要求 另外一方面又怕得罪选票 因为对于民进党 对于赖清德而言 最重要的还是选票 所以赖清德才会说 我们这些一年齐的一无意的年轻人 绝大多数都在后方守备 但是昨天邱国正就打脸了 我想在这个部分 为了赖清德想要选举 想要弥补这个年轻人选票 我们的政府 民进党政府真的用出所有的招数 所以有前面的那种讲法 另外又大幅的把现在所谓 义务役相关的薪资 做大幅度的提升 因为怕我们的年轻人反弹 从六千多一直提到两万多 另外一个部分 教育部也强力的配合 现在希望把在念大学的这四年里面 能够其中服役的时间也纳进去 弹性的上课的制度全部推出来 而另外一个部分 甚至于你当这一年一无意的年资 都可以衔接到劳退的制度 所以连这个劳动部 其他国家的制度也全面来配合 我们这边讲一句话 就是赖清德想要获取选票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 一方面又把台湾搞得这么危险 另外一方面却又让台湾的民众 要掏更多的经费 甚至于年轻人上战场 总而言之一句话 民进党要是没有把两岸搞得兵凶战围 其实台湾的年轻人 台湾的老百姓爸爸妈妈 不用付出这么多 我们来看到最近尾巴的冲突 已经让双方的百姓死伤无数 但是最大的受益者到底是谁呢 在战前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他贪腐的官司缠身 却透过了大搞司法改革 企图让政府独揽任命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权利 目的是要让法院沦为他的橡皮图章 为自己来脱罪 怎么听起来好像有点似曾相识 当然我们不是说哈马斯攻击 以色列平民是对的 但是这场战火一开打之后 加上在美国的犹太人 百分之百的支持以色列 结果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贪腐问题 统统遭到了遗忘 而所有的错误的战争行为 好像都被西方媒体美化变成了对的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民进党政府现在不断的要搞连美战争 万一爆发了冲突 那蔡英文跟赖清德 是不是就会变成了战争英雄 是不是变成战争的受益者 变成跟纳坦雅胡一样吗 那到时候倒霉的到底是谁呢 郑永远 蔡英文赖清德大概当不了纳坦雅胡 因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力量跟解放军的力量 比起来差很多 不像说以色列的力量 跟巴勒斯坦的力量赢很多 这两个刚好形式上是颠倒过来的 我也不太懂 为什么哈马斯要经过了41年以后 突然间发动这场战争 他的确是等于是保了纳坦雅胡的官位 而且使得全世界的犹太人 振振有词团结起来 以消灭哈马斯之名 在加萨走廊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轰炸行动 把它当作个全面性的战争 那如果说给我们什么教训 俄乌战争如果教训还不够呢 以押战争就更够了 巴勒斯坦人非常可怜 当然唯一的错误就是投票选出了哈马斯政府 哈马斯不是一个组织 而是炸走廊的政府 你选这个政府 这个政府有没有想想说 如何保护老百姓免于战火 有没有说要避战 不是 他反而主动的发动战争 结果让这个强有力的美国 强有力的以色列 怎么样呢 拿这个当借口来怎么样 来加害于巴萨这个加萨走廊的老百姓 那我们当然要全面谴责以色列也好 谴责没有国 但你除了谴责以外 你能做什么 真正能够保护这个加萨走廊老百姓 是你哈马斯政府 结果你现在做了一件事情 反而危害到这个加萨走廊老百姓 对台湾的教训是什么 你如果投票选错人 结果就是加萨走廊 别人帮不上你的忙 现在有哪一个国家说要制裁以色列 没有 这顶多是口头上谴责 联合国大会谴责 谴责对你加萨走廊 现在的悲惨经历毫无帮助 因为你哈马斯政府做错了一件事情 人家不敢大东哥派军队去帮助你 连派一些援助的部队 也都怎么样 也都是这样稀稀落落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台湾老百姓要冒一次险 票投赖清德 跟上一次说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但如果以以色列的跟加萨走廊的案例 票投赖清德青年死战场 然后剩下老年上战场 这才真的更悲惨的结局 我们大家想一想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他可能有伟大的目标 比如赖清德所以我一定要台独 台独是他终生的神圣使命 那好啦你会不会台独不惩罚呢 给台湾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祸 那很多的支持蔡英文赖清德的人觉得说 没有关系我们主张台独 我们继续搞去中化 我们继续自认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我们跟中国人对干 那如果真的倒到兵凶战火的话 他们还会在台湾吗 不会啊 我打赌跑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哈马斯的领导人 也不在加萨走廊 都在什么 杜拜很快乐的地方 那你特别蔡英文就是在日本东京指挥是吧 还是你赖清德要在什么 长期指挥台湾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无情的世界 那我们如果没有脑筋弄清楚一点 要横挑强领 我们如果脑筋没有清楚一点 自己实力有几斤了 天天喊备战 不是我在吐槽这些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喊备战喊的响册云霄 柯文哲也喊备战 侯友也喊备战 我们能备多少战才能避战 你告诉我们 现在这样照到年轻人 这样子不断的增加当兵的期限 一年够吗 不够要不要加两年 两年不够要加三年 解放军 所有的攻台部队 每一个人都三年以上的资历 你怎么对抗 这是个现实问题 那你台湾有多少实力 可以什么 刺卫之导 我从头到尾导弹最密集 讲得不客气一点 有多少导弹飞勒输台湾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台湾所有的雷达战里面 通通在解放军的炮火的标定好 早就跟这个东京几度 北威几度标好了 不信你问借文集 对不对 这个东西这是很残酷的现实 那你就要用政治解决 现在就是说加萨巴勒斯坦的老百姓分两挂 在约旦河西岸的人 觉得要跟以色列妥协 就是成为以色列的存在 大家好好弄政治架构出来 问题是在加萨佐郎的 哈马斯认为要铲除以色列 你有能力铲除以色列 我也给你鼓掌好不好 问题你没有能力讲这种大话干什么 我也不客气讲 你蔡英文赖清德有本事独立吗 我跟你讲 我跟你赌 我经常讲过 到赖清德 跟这个世界说再见的时候 台湾还没办法独立 为什么 实力不够 这是个现实问题 那就要好好静下心来 怎么样避免台海发生战争 不是靠美国 动不动美国侦察机来巡逻一下 美国船船 那能干什么用 那只是一个玩具而已 在战争上只是一个玩具 我就不客气 你说好 你知道什么潜水艇 国舰 国造 自己造 不要说你造八艘 你造一百艘也派不到用场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你要不要面对 哈马斯不是火箭 五千颗八千颗 有用吗 你有没有核子武器 像我最 让我最看不下去的就是说 美国呢 如果今天不是要卖我们核子弹 他卖我们一大堆手榴弹 你说我们能干嘛 所以只要我们打城镇作战 台湾能打城镇作战吗 巴勒斯坦挖了那么多地道都没用了 台北市现在有挖什么地道吗 没有啊 你以为那个捷御系统那个地道能够打仗用啊 这就是笑话 所以没有城镇作战的条件 应该搞城镇作战条件 没有独立的条件应该去搞台湾独立 通通没有了条件 你任何东西要依照现有的条件去做规划嘛 可是民进党不是这样想啊 他煽动煽动 台湾老板就傻傻的跟着走 好吧 那就自己要承担后果啦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18号抵达了以色列 随即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举办了会谈 表示美国会确保以色列拥有自卫的力量 学者愿举正就指出啊 战前纳坦雅胡的地位可以说是岌岌可为啊 他把司法权废掉引发民众的抗议 可是呢这场战争加上美国的犹太人百分之百的支持以色列 让他是直接是完全翻身 而拜登一协调之后呢 美国好像又回到了中东的领导地位了 这是不是代表在美国的眼中 他看到的就只有自身的利益嘛 只要能够符合美国的利益 就算是个贪腐的政权 他照样力挺不是吗 杰大使怎么看 这个美国眼里只看到自己的利益没有错啊 对啊 他如果不看自己利益都看别人利益 他对得起他自己美国老百姓嘛 对不对 只有这个有一个政权姓蔡的 对不对 他不看台湾人民的利益 他看美国人民的利益啊 对啊 那他叫我们台湾人民吃美国人 美国人硬要我们吃的莱猪啊 对不对 然后叫我们买手榴弹啊 我们想买的是 我们想买的是其他高阶的武器啊 所以美国人民看到 美国眼里只有美国人的利益 这天经地义啊 那倒是像蔡英文这种 拿台湾老百姓的这个纳税钱 结果照顾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的话 那才应该要 那才应该要接受谴责嘛 不过这次美国的利益是这样子啦 美国利益也就是说少部分人在操纵啦 就跟台湾的利益 跟现在跟蔡英文的利益 不合啊 蔡英文他自己的这个论文有问题啊 所以他只好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给美国啊 所以呢这个 这个好政治的政治人物 他的利益可能跟国家 他所代表国家利益冲突 这是很很普遍的现象 现在我们中华民国就出现这个状况嘛 那拜登跑去 跑去这个 跑去这个 以色列啊 也没有什么改变 美国在以色列的地位啦 美国这个就是一个慢慢在衰退的国家 在中东他也回不去了 所以他也没有那个力量 可是拜登为什么要去呢 拜登也不是为美国利益啦 拜登是为他自己利益去的 对 所以一下飞机看到内坦雅胡 二话不说 上去就热烈拥抱 他也不告 不是他自己喜欢内坦雅胡 不是他真情流露 不是他舍不得 了不起的以色列人民啊 他心里面想到的是啊 那个美国的犹太财团 给他的政治现金 哇 搞不好又多了一个零 对不对 本来二十亿 现在变两百亿 你说他高不高兴 对不对 另外美国的犹太人不是只有有钱啊 美国犹太人是影响美国政治的 而且影响美国金融 而且没影响美国的舆论 现在这些美国的主要媒体 你看后面后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老板 犹太人比例很高的 所以犹太人在美国是得罪不起的 你选择跟他对着干的话 你就不要去干总统了 唯一的选择就跟犹太人 永远怎么样 亦步亦趋 然后做着让他感动 然后才抄票出来 然后那些媒体才不会骂你 然后呢 学者才会帮你讲话 然后呢 这个整个的怎么样 娱乐界也是他们控制的 所以拜登 他哪管别的 他只想到他自己的竞选经费 跟他的怎么选票 所以他去的就是怎么样 就是帮这个内坦亚胡 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那内坦亚胡有争议 以色列里面也有争议 可是这一次的战争一开打的话 最大的获益者就是内坦亚胡 本来他岌岌可危 那这件事情一开打的话 哇 他现在不得了了 他跟这个全世界有230万人口的 这个好 加萨地区的这些好 这个好 这些好 这些这个巴勒斯坦人说 我给你24小时 你们通通给我滚出去 对不对 那你的家 这是你的家 没有 你通通给我24小时给我滚 然后呢 最后看了动作太慢 他说 我已经够慷慨了 我给你25小时 再多加一小时 那昨天他同意了说 我同意让一些水跟电脑 还有一些医药 进入加萨地区 对不起 进入加萨的南部 意思就是说 你们在那个北部地区 还没走的人呢 我告诉你 你现在要咳死 你想喝水是不是 你到南部去 那些肚子饿了 没有食物吃的 他就跟那些还没走的人说 你想吃面包是吧 我的面包在南部 你现在赶快离开北部 所以呢 他的政策 基本上就是要把 100万在那个巴勒斯坦的人 就跟我今天住台北 突然有一个外国的首领 跟我们台北四人讲说 我给你24小时 通通搬到台中去 换你你怎么想 所以呢 问题美国呢 拜登去了以后 给下这个命令的人 一下飞机就是一个热烈的拥抱 那这就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些国际政治的现实 跟这些西方政客的嘴脸 就是如此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过去柯文哲多次点出说 赖清德在2018当格魁的时候 曾经亲自去拜访过柯文哲 要求他不要反对深澳电厂 否则的话 那北台湾可是会缺电 柯文哲说赖清德当时很拘谨 板凳还做三分之一 但却在两周之后 改口说不盖深澳电厂了 气得柯文哲痛批 赖清德是没有诚信 好了 今天赖清德 特别针对这件事情 出来驳斥了 他说柯文哲讲清楚啊 我什么时候 当不能去拜访你啊 而且他说他板凳 绝对没有只做三分之一啊 而且还反酸 柯文哲现在是民主时代耶 柯文哲不必以蒋经国来自居吧 好 我们看到蓝白整合 现在陷入停滞中 民众党还说 可以跟任何人合作 柯文哲说 要跟其他的政党讨论 联合政府也可以 可以的话 那民众党合作的对象 有包括这个 被柯文哲评论没有诚信 而且呢 对柯文哲恶言相向的赖清德吗 徐富怎么看 好 我先讲 今天我正好有看到 这个赖清德这场记者会 我让大家爬树一下 为什么 其实柯文哲已经讲过 好几次这件事情 赖清德都无动于衷 但是他今天动气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记者会上 这是一个 相对大家认为 过去比较偏绿的媒体的一个记者 他提问这一题 但是他就问说 赖副总统 为什么现在变成 访问你要很困难 而且还要你们设定的题目 才准问 那其实赖清德当场脸 就已经不太好看了 然后记者就问了这一题 那回答记者的时候 他明显有压住这个气 但是讲完记者会之后 他又是又返回来再讲一次 好 这边就正式来回应 我们要三问赖清德 2018年的时候 行政院来台北市府访市 并且进行业务交流会议的时候 你有没有请柯文哲到小房间去 谈深澳电厂这件事情 那你当时是说 北部电厂是 北部是缺电还是不缺电 那现在你觉得 北部的电网是不是有电了呢 然后呢 你现在是不是还坚持 2025非核家园 结果我刚才看到一个最新的讯息 赖清德现在又讲说 这个如果必要状况 他不会坚持说不能用核能 不过他之前又讲过说 他只选这未来四年 看起来核能技术 不会有新的进步 所以他不讨论 反正这个话是变来变去 相信赖清德 能不能未来执政 我觉得民众党绝对是不乐见的 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的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说 大家先前在讲的是 什么我们这次去谈判的 什么民进党籍的周渝修等等 他在2018年台北市议会的时候 在被咨询的时候 他当场就讲了 他有民进党籍 但是他并不认同民进党的作为 如果民进党要开除他 请加注 他是帮柯文哲 所以这次的谈判代表里面 不管黄珊珊 不管是周渝修 他都是经过柯文哲充分授权 同时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 过去我们在讲说 我们跟国民党之间有幕僚的协调 有幕僚的合作 促成这次真的有合作 周渝修就是在中间居中穿梭的人 他其实是善意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人 现在把他冠上说 民进党籍 原来他是破坏蓝白河 我觉得是对他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最后我花一点时间 我要讲到刚刚蔡委员讲的说 到底双方要不要合作这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国民党跟民众党 是要组联合政府的话 这是第一次 未来我们如果要组联合政府 我们一定会来做一个 筹组联合政府的筹备会 我们很快就会跟大家来报告 国民党朋友不用担心 未来国会一定需要你们的力量结合 包括阁员 包括隔魁 包括副总统怎么产生 我们都会跟大家来报告 所以考虑合作对象只有国民党 没有民进党 我们现在如果是再也合作 当然就是未来是筹组联合政府 是国民党跟我们一起来加入 当然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蔡委员要回应一下 徐福的说法吗 有关于那个许副秘书长 代表民众党的说法 说他们愿意为这个联合政府 你一个筹备 或者一个组织的方案 这里面当然要包括 这个筹组的组成的方法 运作的方式 还有这个基本的政策纲明 都要弄得很清楚 不要让人家怀疑说 你还要找民进党勾勾搭搭 还要找民进党当小三 那就问题就很大了 第二个就是说 你所提出来的民调的一个方法 要一个确确的可信度 康进入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